大家好,我在之前的视频分析了从韩国和香港转机的利弊 今天我想说一下从日本转机 这条线路应该没什么人走 因为日本于10月11日才重新开放旅游 虽然到现在才短短一个月时间 但也提供了另一条回国之路 而且价格是想不到的便宜 旅途也更丰富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一个新的航空公司 其他的航空公司票价还是在一两千 那这个航空公司是JAL旗下的Zip Air 属于豪华版的廉价航空 目前在美国开通了圣河西和洛杉矶航线 在元旦期间最便宜的票价单程直飞也才500多 如果想一月份回国 便宜的话才300 如果加上额外的行李费用也才400多 所以住在中部和东部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到圣河西或者洛杉矶转机 机票详情可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个也是我昨天才发现的 之前一直是执着于从韩国和香港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入境日本的要求 我们在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网站上可以看到关于签证的要求 现在就是美国公民的话停留小于90天 包括旅游、商务、学习等等 这个是不需要签证的 如果不是美国公民 绿卡或者是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这些 那么是需要签证的 因为中国不属于免签国行列 然后这些就是签证的一些要求 和详细情况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包括他的时间啊 这些相亲 然后就是入境的话 它上面明确说了 所有的人 他都必须要在入境前 上传一个阴性的检测报告 或者是 以打疫苗的这个证明 这个疫苗是需要打三针的 那如果是强生的话 那就是两针 因为其中的一针相当于两针 然后因为这个 它是11月份 才做了一些更新 所以呢 有些信息可能有一些滞后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要求 就必须要有一些信息在里面的 那这个 在家里的 这种快速的测试纸 这种检测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必须要到检测机构 上面明确标注了姓名 然后生日啊 这些详情 包括时间 这些才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打了三针的 这个疫苗的话 也是可以的 要把这个疫苗卡 这个要拍照上传上去 下面这些就是 日本认可的一些疫苗 这个列表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方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 还有一些详情 这个就是 如何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包括戴口罩啊 保持社交距离啊 洗手啊等等这些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 建议你就是到那个 认证的这个商店去购物啊 包括住宿 就是他们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消毒的标准 等等这些 然后 这个是 住宿或者吃饭的一些要求 对 这个比如说你那个 要 手上要消毒啊 然后 在那个公共区域的时候 尽量就是避免说话 然后包括聚餐啊这些的 就是 尽量减少这些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 称作交通工具 戴口罩啊 然后保持通风啊 然后尽量在那个 不要在高峰时期出门啊 然后就是减少说话啊等等这些的 其实 也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了 尽量减少这个病毒的传播 然后这个是 对 这都是一样的 尽量避免这个拥挤 然后就是注意你的那个 说话的声音 然后等等这些 社交距离啊 这些的 这个打不开 下一个 这个就是购买旅行保险 它可以扫码进去 这个扫码进去以后就是进入这个页面 它就是一些那个 就是告诉你这个买保险的一些重要性 然后 然后一些 详细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方 然后有一些保险是可以cover这个 那个新冠的 那有些不行 所以买的时候 就要读一下里面的条款 它是极力推荐你要买这个旅行保险 就以免就是受到伤害的时候 可以获得治疗 然后这个是私人的这个医疗保险 点进去 然后它说是 这个是必须要在日本才能购买的 就是你到达日本以后再进去购买 或者说可以先不买 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再购买 但是推荐你提前购买好 然后另外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这个是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你可以搜索这个 根据这个地区来搜索 就是这些地区 然后他们的这个医疗中心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是告诉你怎么使用 如何寻求这个帮助 它这个还是特别的详细 然后包括怎么填怎么付款 它这个详细的步骤都在上面 然后这有一个说明 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中文的说明 然后包括这个医疗机构有哪些 然后一些那个急救的这个指南 然后因为有一些人不会说日语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吧 然后如何告诉医生自己的状况 他有一些这个症状是怎样 他这个就有列出来 哪一种症状是到哪个科去检查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就是过程 然后他说要需要救护车的时候 把这个文字拿给周边的人看 他们就可以帮忙叫救护车 所以这个可以打印出来我觉得 然后这个症状说明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 对他这个日语和中文 都已经帮你匹配好了 就翻印好了已经 然后这些症状 也有一些图片在上面 这个就是方便理解的 等等一些 包括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 也可以去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所以他这个还是挺详细的 然后完了再是 这个 这个它就扫码以后出来的是 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它一个就是出发前 一个是到达后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对这也是那个 这就是刚才那个 就医的这个详情 这个是如果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 下面一个就是包括入境的时候 是那个携带的这个药品 有一些可能有限制 需要申报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入境时 携带的这个 肉类啊这些 包括宠物 还有这个海关申报 它有这个视频可以 看一下 是日语听不懂 它也有翻译的 比如说点这个简体中文 应该就是要扫那个二维码 然后进去下载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申报 所以下面就有这个中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扫这个码 关于海关电子申报的填写 我也会把链接放到下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说明 然后再就是 这个是旅行的保险 刚才讲过了 这个就是携带无人机的一些限制 登记 然后这个是 签证减免的移民的这些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 是包括这个 日本的交通 我觉得挺重要的 然后这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所以日本和中国及美国的 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它的驾驶员是坐在右边 所以当它在街道左边行驶的时候 然后右转弯 是转到街道的左边 而不是右边 那按照我们正常的驾驶习惯 肯定是会转到右边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撞上 那么建议 那么建议最好不要在日本租车 如果是很熟悉这种驾驶在右边的朋友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 那过马路的时候 我觉得也应该小心一些 最好是要等那个完全绿灯了再行走 因为它的红绿灯是中间没有黄灯这个缓冲的 那如果实在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去 就是打这个大使馆的电话去咨询一下 然后上面的电话号码 还有时间这些都有 包括英语啊 其他的语言这些 然后另外就是 刚才说的 要上传这个疫苗卡和或者是这个阴性的检测报告 那以前是用的是MySOS 那现在就是从1月14号开始 就改成了要用VisitJapanWeb 所以都要到上面去 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进入这个网站 然后注册一下 就可以进去上传这些需要的资料了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操作的说明 就是包括如何填写啊 然后一些步骤这些 包括一些海关申报的这些步骤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回国更新 之后我也会多发布一些 关于孩子生病如何护理 购物旅游 以及日常生活 一些视频 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再见